由舞台劇轉戰電視劇 潘燦良稱 副挑戰性 正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 可以坐下來喝一杯咖啡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就像張凱儀和潘燦良一樣就識喝 但為何他們聊聊好像不歡而散 莫非他們鬧不和? 其實一看就只是演戲了 這一天他們就去到一間咖啡店 拍攝電視劇《客家女人》 他們雖然只是拍一場戲 但都非常認真不時對稿 認真專業 張凱儀拍劇就駕輕就熟 不過對潘燦良就有難度了 嘉欣貴為舞台劇王子的他 這次是第一次拍電視劇 對於經常要跳拍 他都說有挑戰性 在電視的拍攝 因為有時拍了第一集 明天又拍了第三十集 跳拍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種挑戰 以往的工作 我們通常都是三個小時的戲 就會一氣呵成 現在就要訓練到自己在腦袋裡 將三十集都氣呵成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現在我們差不多拍了 都有一大半了 開始慢慢適應到 也覺得那種挑戰 已經不是一種負擔 已經變成一種樂趣 早前客家女人的劇組 就去到福建土流拍攝 潘燦良就說 都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更重要是和劇組合作愉快 好像一家人一樣 我們大家一班人可以每天都對著 在東莞、福建的時候 吃飯一起、拍攝一起 臨睡前都可能是一起說過早餐 我很享受 因為可以和一班人一起相處 大家走在一起 是一種很有緣的緣分